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院士 院士院士 过来帮帮帮 排队 你们怎么了 院士你看 我的果心轨道超能体坏了 我的也是 一个脸坏了 一个维修手臂没了 需要修好呢 都需要一种金属 我知道切的是音 音乐吗 我给大家唱一曲 你想多了 金属音是超能体 所用的必须材料 可是在地球上非常稀有 好在大航天时代 可以去小行星带采集它 等了 我去采集 先到先得 超能连线 你急什么呀 院子连线开启 微微安识别完毕 大力识别完毕 超能体启动 院子连线完成 好多矿石啊 这个 这个大 好了 我就拿这个 微微安 你在干什么呢 看我 已经拿了这么多了 要帮忙吗 但是说好了 回去我先修 谢了 不用 你不是看上这块了吗 这块含量没有这么高 算了 什么是含量啊 比如你妈妈炒菜咸了 说明盐的含量就高了 淡了就是盐的含量低 什么放盐炒菜啊 反正矿石越大 东西就越多 随便你了 货运飞船河疼 大臣姐姐 等等我 大臣姐姐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采集了很多鹰矿石 想送到修理站 可以借用你的河藤号吗 这不是双子星的大雨吗 多亏了你上次的帮忙 这次让我帮你吧 谢谢大臣姐了 不用谢 舱门打开了 赶矿石放进来吧 好少哟 看我的 是不是比你的大 是不是比你的大 是很大 不过嘛 你觉得能撞进去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才说含量很重要嘛 河豚号是一艘小型货运飞船 此时它的货舱已经满了 大臣姐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想 这里是小行星带的矿区 因此附近有金链飞船 我可以调集过来帮帮忙 好嘞 在大航天时代 许多飞行器既是飞船 又是工厂 如果我们发出指令 它们总能出现在 需要它们的地方 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石头 变成金属了 威威 让我先来 拜托了 因为我的比较大 好吧 大雨的矿石虽然很大 但是含量不高 结果需要的时间 要这么久 孩子们 还有十分钟我就要出发了 威威 你有什么办法 让金链飞快一点吗 让我想想办法 如果有额外的能源 它可以加速工作 能源 有我的吧 好 孩子们开始了合作 让精炼的速度大大提升 然而 好 收到了 抱歉孩子们 我得先走了 你们等下一班飞船吧 河豚号飞走了 大雨和威威安 觉得好着急呀 威威安 要是你的加速再好一点 就来得及了 这可不怪我 如果只经历我的高纯度矿石 早就完成了 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不是显示器坏了吗 现在我可不开心 怎么吵起来了 你们是不是忘了 宇宙中提纯的地方可不止一个 对呀 带上好提纯的金属 然后再把没有提纯的矿石拿走 这样就不占地方了 提纯出来只有这么一点点 加上我的矿石 我们应该能追上大臣节 看我的超级加速 我没能源了 我还有能源 要不我们的超能体组合吧 一起飞过去 嗯 好 就这样 孩子们找到了办法 原本的争执变成了合作 他们追呀追 追上了河豚号 而河豚号的目标 正巧是维修站 就这样 他们一起飞呀飞 来到了维修站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九百九十七 九十八 辛辛苦苦这么久 还差两颗呀 你别动 齐了 最后的两颗 在大雨的超能体缝隙中找到 就这样 他们的超能体完成了维修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从太阳出发 离地球更远的行星 叫火星 这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 可是它偶尔会 火星风风 里面有绿树 外面光秃秃 让我进去 别动 你在破坏能量奖 火星风暴要来了 我要躲一躲 身份识别 有人类操控 需要保护 你好厉害啊 当然 利用能量长挡住大风 这里就是火星长城 火星长城 是的 用来抵御火星风暴的地方 风暴越来越激烈了 我得去巡逻了 对了对了 我叫小小 你叫什么呢 我 我是小火 能量不够了 需要启动手动充能装置 充能中 能量强化中 是要持续充能 一些必受损 自我检测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哎呀 不好了 哦 小小 哎呀 不好了 不好了 哥哥 我需要帮忙 好 我这就来 我先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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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漏洞 我得趕快去搶修 小虎 你要小心啊 增加步驟 前往事故地點 手動重點鐘起動 動力超出遺跡 持續平衡 小虎 我來幫你 手動充電開始 充電線故障 糟糕 碎石哥碰了電來 能量槍失效 能量槍失效 好大的波啊 我站不住了 哥哥 風這麼大 過不去啊 站著不行 我就趴著過去 這樣阻力更小 小火和大雨頂著大風 爬到充電磚之前 可是... 小虎 起動了 出現了 黑白石哥碰了 下老團 那個臉到天幕回來了 你會抓到戶梅 武衞 從進去 到今天 你的支援 现在和我家一样舒服了 你的家没有这种风暴吗 是啊 给你看 全息投影启动 好漂亮 真希望未来的火星 也能和地球一样 你这么努力 以后火星会变得漂亮起来的 这是怎么了 能源不兼容 大龙 开启维修 谁也没料到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这段火星长长要失效了 赶紧撤离 手动维护状态 小火 你怎么不走 我要掩护你们撤离 快走 这都怪我 我要留下来陪你 大雨固执不走 小小却失去了控制一样 火星长城的破洞越来越大 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们快走吧 你们必须走了 我们不走 人类太固执 会陷入危险的 不是固执 哎呀 我解释不清了 你自己看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看我呢 围星就交给我吧 我们也来了 大家都来了 小小 这是你干的吗 我刚才联系大家 给他们指了路 我还以为你吓晕了呢 我才不是大小鬼 大家齐心协力 修好了火星长城 风渐渐地停了下来 长城内恢复了平静 真舒服 小伙 你说我以后长大了 这人来这里 怎么样 小小 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还有我 还有我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太阳系里 有一个叫做水星的行星 那里的阳光可是十分的充足 真亮啊 正是因为阳光充足 我们才在这里设置了植物研究站 花花草草好无聊 我可以换一个任务吗 不行 警报警报 谁也是水星漏水 自动检测开启 检测开启 检测完成 漏水百分之八十 意外的泄漏 让水所剩无几 而最近的补给 离这里很远呢 那猪都哭死了 这有什么 水星水星 肯定到处都是水 我们去找水吧 这里有四百多度啊 不应该啊 水星不是到处都有水吗 水星都融化了 这叫怎么办 实验室的AI机器人 为了帮助人类 来到了大雨小小的身边 来得正好 小水湖 我们出发吧 小水湖 好好的 飞了这么久 找到水了吗 一点都没有 我都扫描了十八次了 根据我的数量 水星不可能有水 那你来干什么 就算不成功 我也一直不寻助人类的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我觉得没用 可是可以在高轨道 进行扫描 我来我来 卫星连接 小小连接到了 高轨道的卫星 对水星展开了一个全面的扫描 高轨道扫描启动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水 一点点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不过 哥哥你看 水星的极地有反光 极地的温度低 那反光一定是冰了 小小 小小你太棒了 呦呼 大禹小小来到了极地 这里的光线没有那么亮了 这个亮晶晶的一定就是冰了 提醒 现在气温是二百三十五摄氏度 反光物质是陨石撞击产生的玻璃质石壳 不是冰 明明长得很像啊 都怪水星离太阳太近了 就连极地温度低的地方也是那么热 不过当太阳离开的时候 水星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我的肠脑蹄 怎么动得僵硬了 白天四百二十七度 晚上零下一百七十度 双子星的成员们 水星是没有水的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难道水星真的没有水 那我的花花不就哭死了 返航吧孩子们 你们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我还不想放弃 警报警报 温度极限 温度极限 难道一定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概率太小了 那是什么 真倒霉 怎么遇上彗星了 不一定 或许你们是真幸运 为什么 答案得你们自己去看看了 好的 愿意人现中心 大女时节完毕 小小时节完毕 超能力启动 愿意人数完成 可是 很危险 天下辑 Gosh, I must have to go Quinn, are you sure you are? 陨石坑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啊 哥哥 你看 这里的温度不高也不低 难怪警报停止了 扫描还显示附近有水分子 在哪 在哪 就在这个陨石里 可是陨石我们带不回去啊 交给我吧 开机样本 提取水分子 水分子提取完毕 我还可以提取更多 小水狐 你不是一直想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或者坚持 我只是想帮助人类 蠕虫形态 既然找到了水 就轮到我努力了 小水狐吞下了更多的土 将里面的水分子提取出来 这样慢慢的 他的肚子里就装了好多的水 水温收集完毕 不过能量耗尽 没关系 接下来交给我们了 火箭超能体启动 我们回去咯 大鱼拖着小水壶 回到了实验室 大鱼 你不是对花花草草没兴趣吗 是没什么兴趣 不过 辛苦找来的水 我可不想浪费 其实我的浇水效率更高 不管 我就是要自己浇 我也来 我也来 水星如此灼热又冷酷 可是孩子们的努力却获得了回报 现在实验舱的植物们都不口渴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最近小小对卫星很感兴趣 不过能让孩子们玩的卫星真的存在吗 卫卫啊 你能找到什么办法吗 小小 你真会找事情 有了 去垃圾厂 垃圾厂 真的能找到卫星吗 去看看就知道了 变回人线开启 实验完毕 在宇宙中漂浮着大型垃圾回收站 现在薇薇安和小小探索着这个地方 寻找一些被遗忘的智能卫星 这是什么呀 小小 我没事 我怎么撞起来了 控制不住了 好暈啊 刚才的放电让你的稳定器坏了 我们要找一个替换的才行 那我会记地修 不用 这里就有 垃圾场里不是只有垃圾吗 其实也能找到其他的宝贝 好了 不乱转了 看来空间陀螺仪也坏了 天花板变出地板了 微微安开始搜索下一个零件 可是这次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没用 没用 还是没用 一颗废弃的卫星 刚好有空间陀螺仪 这个也有空间陀螺仪 好了 那就都拆吧 不要啊 别怕 别怕 我们不拆你们了 对吧 微微安姐姐 可是他们有你需要的零件啊 可我觉得他们不是垃圾 对对对 我们还有用 是 我们可以帮你找零件 红蓝两颗卫星说到做到 他们组合在一起展开了扫描 真的找到了小小需要的零件 小蓝蓝 小蝗蝗 你们真棒 当然了 我可是这个垃圾墙 最厉害的卫星 明明最厉害的是我啊 没有我 你什么都做不到 你才是什么都做不到 解散 解散 我们解散 我和你一起来 解散就解散 不要打架 小蝗 不要打架 小蝗 小蝗 好不容易修好的超能体 又坏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也不是 小蝗 小蝗 大家 不要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把你们拆了 拆吧 先拆我 那我来了 等等 不要 不要拆他们 不 不要 小小 我们想先修好你 我没事 我相信你们 红蓝卫星看着失去信号的小小 心里觉得好难受 于是他们决定合作 寻找修好小小的零件 智能卫星战机号组合 我们搜到了很多信号源 分析一下 好 有五个信号有用 其他都是假的 还不够 扩大搜索范围 加大公寓 你们这样会过热的 你们这样会过热的 搜索完毕 数据交付 数据接收完毕 辛苦你们了 维维维安得到两极号传来的数据 利用这些定位 他找到了零件 借助他们 修好了小小的超能体 我回来了 你活不过来了 我一直过得挺好呀 你们怎么冒烟了 没关系 他们为了找零件 超载了 那我也可以帮忙呀 开启全面早鸟 所有的零件 我都知道在哪儿了 小小 你原来这么厉害呀 我们可是双子星的成员 顺带帮你们升个级好了 维维安 你也是这么厉害呀 太幸福了 维维安和小小 在宇宙里又多了两个朋友 还是很会找零件的朋友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晚二十二十五十五分 狮子座流星雨将划过地球上空 届时天文爱好者可以一宝眼福了 妈妈 什么是流星雨啊 流星雨就是夜空中擦出的美丽火花 哇 夜空中美丽的火花 我好想看 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看 哈哈哈哈 今天天气很好 孩子们在小区的空地里等着流星雨的到来 哇 哥哥 你在干嘛呢 我看到流星划过去 我在许愿呢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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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错过它了 嗯 没关系 流星雨的话还是会有的 那我们等着看 是啊 流星雨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天文现象 不过它不是真的雨 想要看到它是需要耐心的 哎 小小 哎呀 又错过了 看流星雨好难啊 嗯 哎 有了 我倒是有个简单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去天上看 超能连线 让它连线开气 大米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仓庆别完毕 车能连线开气 像不灵现了 在大航天时代 孩子们可不只有一种办法 可以看到流星雨 温星定位开启 流星锁定开始 目标锁定完毕 火箭超能体 马力全开 大雨背着小小 开心地飞向了流星雨来的方向 追着追着 他们看到了燃烧的流星 哇 这真是好看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好啊 看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可是 我什么也看不见呢 是啊 你们没有超能体 确实没办法看到 我们看不到啊 我也看不到 不看了 我也不看了 嗯 哥哥 现在怎么办啊 不能分享的超能体 也不完全是好事啊 最后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狮子座流星雨结束了 嗯 孩子们 流星雨看得怎么样了 我们看到了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因为只有我们看到了 军军和媛媛没有看到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我在想 要是他们也能看到就好了 是啊 可是 流星雨已经结束了呀 呃 除非 有新的流星划过天空 嗯 那还不简单 我们的超能体 就在天上啊 对啊 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流星雨 好 说干就干 想和小伙伴们分享的大雨小小 会做出怎样的流星雨呢 嗯 嗯 哥哥 我们要用什么来做流星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自己冲下去不就完了吗 哦 说的对啊 我们的超能体冲向地球 也能变成流星 对啊 我们试试吧 好 呦呼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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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了 哥哥 我们好热呀 好热呀 原来在大气层中飞行 由于空气的摩擦 孩子们的超能体会发热 不行了 我们的超能体受不了这么大的热量 流星是外来物体摩擦大气层燃烧 产生了火花 是我们的超能体无法承受这种高温的燃烧 这下怎么办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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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你看 流星流星 嗯 那不是流星 那是一颗会心 哦 这个没有流星飞得快啊 飞得快 嗯 嗯 对了 如果我们飞得足够快 那我们的尾燕托起来和流星是很像的 好啊 那我们就这么办 嗯 俊俊 圆圆 小小 什么事 你们看天上 流星要来了 真的吗 反正我们也看不到 是 就是 没有超能体我们看不到 不会的 看那边 嗯 真的吗 好漂亮 哇 真的好漂亮 非常漂亮 此时此刻 大雨和小小的超能体在空中高速飞行 画出美丽的图案 哇 真好看 是吧 是吧 很棒吧 真漂亮 我们来了 谢谢你们 看我的 还有更厉害的表演 虽然错过了流星雨 但是孩子们的努力 让他们找到了新的快乐 属于大家的快乐